Hello大家,好久没做前段视频了 我反思了一下 是因为没有项目做了吗? 不是 是因为工作上不需要了吗? 也不是 其实就是工作久了之后 很少会去学新的东西了 而是会在之前的基础上 不停的复制粘贴修改 然后变成新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期视频 假如2021年的我重新开始学习 作为一个非课班出身的野路子 我会如何自学呢? 首先我的大学专业篇商科 没有接触过任何编程 但是呢,感觉互联网行业 不管什么岗位 懂点技术好像都挺占优势的 尤其是产品或者设计 经常要跟开发对接 不懂点前端 大家在公司互相甩锅的时候多吃亏啊 所以我要做的呢,就是看懂代码 大概知道开发呢 是怎么把产品功能变成APP 或者是网站页面的就OK啦 这里的支持点呢 就包括什么是前端 前端用什么样的语言 每个语言都是用来干嘛的 简单来说呢 前端就是用代码来写页面的 前端用的语言包括 HTML、CSS和JavaScript 俗称前端三件课 HTML是负责页面结构 JavaScript负责页面的交互 CSS负责页面的样式 大家可以先三连一个 再去看看我这期视频 利用浏览器的自带控制台 5分钟将你看懂前端代码 但是呢 光能看懂前端三件课 并没有什么卵用 但凡你打开任何一个公司 或者程序员的前端代码 看到的都不会是像浏览器 控制台上的代码 而是这样或者这样子的 这就是因为呢 前端代码早就有了 更加先进的写法 这就好比呢 人类在刚开始用电脑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命令行上 敲指令告诉电脑要干什么 后来呢 就慢慢发明了可视化界面 那想要做什么样的设置 就直接点下 你的功能菜单就可以了 简单的开发框架也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语法 让代码开发起来更加的快 根本目的呢 就是要把代码模块化 变得更方便管理 可以重复利用 也绝对了开发时间 主流的框架呢 有三个 View、React和Angular 不同的框架有不同的语法 所以一般呢 选择一个框架去钻研就OK了 那么怎么选要选哪一个呢 这里就不分析哪个框架更厉害了 选手拿懂什么性能 什么API 什么拓展性 什么发展前景 最好的框架呢 就是你能用得上的框架 网上搜一搜各大公司的前端招聘 就会发现 国内大部分的公司用的比较多的是 View和React 那我个人感觉用View的可能会更多一点 但是React会更加的国际化一些 美国的科技公司 大部分还是用React的居多 或者就看自己的公司 或者小区的公司用什么框架 那就学什么框架 学习前端框架的前提 是你已经能够看懂前端三件课 并且知道它们大概是怎么用的 在学习看懂代码的阶段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理解 用框架去写代码 合成用三件课去写代码 有什么不一样 简单来讲呢 用三件课写出的代码呢 就是一个index.html文件 所有的代码呢 都在这里面 会用到html css和javascript三个语言 来一起共同协作完成这个文件 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呢 就是你要的页面了 当然使用了框架之后呢 就会长这样子了 但其实不是工作量变大了 而是将原来的index.html文件 和代码呢 按照不同的功能模块 拆分出来 分成了不同的小模块 这时候呢 就应该去看它的目录结构 知道这一坨前端目录 都是用来做什么的 每一个文件都是干什么的 如果你拿到了一份 别人已经开发好的项目 想要去修改某个功能模块的颜色 或者文字啊 就知道要到哪里去改了 再进阶一间呢 就可以开始去看 框架语言的视频教学了 看一下程序员是如何 从零开始去创建一个 新的react或者view项目的 感受一下程序员 用框架语言去写代码的优势 你会发现那一大堆代码呢 其实都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写的 而是可以先通过一个指令 一键生成项目框架 然后再在这个框架上 逐个去写要开发的功能 那我现在觉得只会看代码还是不够 我想要稍微的运用一下 我学到的前端知识 悄悄的把我的想法写成一个demo 然后惊验所有人 那就不仅得会看 还得会写 这里的demo呢 指的就是一个 纯前端的静态页面 不需要其他的开发一起协作 只用前端语言就可以完成 纯前端的页面呢 就比如个人简历网站啊 企业官网啊 这种上面的数据都是固定的 用物不能去修改 不能删除也不能增加新的数据 这里的要学的知识点呢 就包括如何运行一个项目 框架语言的语法 项目的依赖等等 其实做demo不一定非要学到 能够从零开始写一个项目的程度 如果你能够做到 在别人的代码基础上 进行修改变成新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上手开始做demo 这时候我就比较推荐大家上github 也就是程序员们发布代码的社区 soy soan看 有没有跟自己想做的东西 相似的开源项目 也就是开发者允许别人进行修改和使用的项目 点击下载 然后在此基础上能进行修改 如果别人做的项目里没有你想要的功能 这时就要运用到万能的复制粘贴大法 到网上去搜一下 有没有类似功能的解决方案 遇到bug也是一样 如果想要持正上岗成为一名真正的程序员 那只会复制粘贴大法当然是万万不能的 随到什么程度可以去找工作呢 我的答案是能够独立使用一个开发框架 做一个非静态页面的时候 在上一步做静态页面的基础上稍加练习 就可以搞定第一部分 独立使用一个前端开发框架进行开发 那么后半部分做一个非静态页面呢 就需要加入后端开发了 那我们不是要做前端吗 我也还得学后端吧 当然不用了 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呢 就是前端和后端之间的配合 也就是前端如何去调用接口 后端呢就是除了页面之外的其他的开发 简单来讲就是数据库 以及它要如何把前端页面上用户传递过来的数据呢 再存回数据库里头 前端页面和数据库之间的通道呢 就叫做API或者是接口 那前端页面呢就有责任告诉这个接口 什么时候该传递数据 什么时候该接收数据 如果你想要独立开发的话 只会前端并没有什么卵用 软件开发的核心其实还是在后端 前后端结合起来呢 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所以呢免不了还是要去学习后端的 我目前见到的比较主流的前端转全站的技术框架呢 是react或者view加notejs加express或者是view或者react加java这样的一个组合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技术在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好奇大家都在用什么 当然了我自己的观点呢 是做独立开发只会开发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会详细的讲了一下做独立开发到底要会一些什么 总结起来呢这就是我的2021年前端自学路径 记得三连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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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